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我们的夜战自己悲 你们一家 对 我以为你们拍合照呢 那个先跟师父和各位佛友分享一下 我女儿从十个月开始 得了非常严重的自闭症和癫痫 在我和我先生15年7月份 接触心灵法门休学 到现在为止 我女儿的变化 大得我不敢想象 就是我前面多少年给她求医 全世界的求医 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师父 您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我们 真的非常感恩 谢谢宽师 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来请教师父呢 就是从十个月到 十个月开始 就是她是先出来是癫痫 发作都大发作不得了 通过我们念军许愿放生 去年12月初 我把她的药停掉了 全部停掉了 以前就是如果这餐药 持两个小时吃都会发作 但是停掉以后就是 她会有一个周期 13天她就发一次 13天就发一次 不要完全停 不要完全停 听得懂吗 我已经全部停了 我又不想再吃 她是02年的蛇女孩子 我看一下啊 哦 越来越好了 是 恢复正常 指日可待 很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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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菩萨 经常 经关心菩萨经常来保佑你们的 师父你也经常来 我经常梦到你来帮她看病 我算什么了 真的经常来 等会还要请你解一个难梦 是你说的梦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你这个女儿呢 是上辈子的业障 所以这辈子呢 经过你们父母亲一起修心啊 其实你们两个人帮她背了不少 我讲心里话 你们两个的确吃了很多苦为她 应该的 这是我们造的业 这是应该的 多觉悟啊 多有觉悟啊 现在呢 这个孩子呢 我告诉你 这个已经完全清楚了 只是过去 因为生病的习惯还在 所以还有一点点遗留 所以我想过不了多久 很快都会慢慢地恢复的 如果她还有一点点发的话呢 就给她吃半颗减量都可以的 明白吗 如果不发的话 就可以让她停下来 我就怕她发 你明白吗 以前发作还有梦提示 最近两次发也不提示了 她就自然又好了 这个灵性呢 现在不在她身上 现在在你们家房子里 你们家晚上听得到声音的 晚上房子里啊 在她的睡房上面 还经常看她 她睡房里 我一直犯大悲咒 24小时不停 对啊 还在啊 因为是她的业障嘛 你就算念大悲咒 大悲咒可以念掉很多外灵 就是说 没有关系的那种鬼啊 都可以念掉 但是盯住她的 上辈子她欠的 菩萨不动因果嘛 也没办法的 这个是给房子念 还是给她要进去 给她还是给她 好的好的 你现在给她念了多少张了 嗯 3000有了 收了多少 哦 你的小房子质量念得很好哎 是吗 哦 太好了 2600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啊 还有啊 你现在家里有一个老太太白头发的 在找你们 嗯 要小房子 嗯 白头发的 个子不高 脸圆圆的 嗯 是这样的师傅 我有一天中午一个瞌睡十来分钟 就是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孩子是天山下来的 还有两个老人的在 还有欠一点 看见了吗 后面的一句话对不对 看见了吗 这个话对不对 后面的这个 说还有两个老人的在 还欠一点 对的啊 对的啊 我现在看到了 嗯 我只看见一个老人 说明 你们已经帮他念掉一个老人了 是 还有一个 是 天上下来 天上下来都是好人啊 犯错误了 天上下来 天上很多人 天赋想尽了就下来了 受罪了嘛 明白了吗 知道 啊 所以不能 不能这样的 所以在天上也要做好事 在人间也要做好事 明白吗 有问题的 哦 他这个图腾是什么颜色 02年的蛇 可以的 深色的 深色 这个是水里 还是暗上的蛇 什么 他是在水里的 还是适合在暗上 因为他名字不好 我还没给他改 你要硬要我看吗 我只能给他看了 我没办法 敢 师父 天上的小龙 天上的小龙 不是蛇 天上的小龙 很好 他很好 没事 说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生生大胖 救苦 救难 管他离开 关心 菩萨 我又是梅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看见了 太太爷爷 我来了 师父我来了 他是谁啊 他是我儿子 他是正常的 你儿子啊 对 这个小家伙 也是有点来历的 他出生的时候 有人就告诉我了 但是这个小家伙 也是小导弹 好吗 好的 没什么大问题 好的 你这个女儿 好好地养吧 好吧 你自己身体要当心哦 谢谢师父 我是 以前造过很大的沙业 对 你妇科也不好 是 感恩师父 现在打他的孩子 没有了是吧 没有 感恩师父 你好好念经 你们两个人还好 夫妻双修啊 你先生帮你念吗 不帮我念 我自己念 那你很辛苦 你先生会有关节问题的 他以后会有关节问题 脚的关节啊 脚的关节 我以为是三六级的关节 不是 脚的关节 他的关节不好 而且他犯凶杀 就是说他会被人家弄的 感恩师父 师父 我在这里我也忏悔 我前世 今生我其实我都做了好多事 尤其是我在我的前半生 我真的做错了太多的太多的事 我现在回想了 我真的很痛心疾首 对 但是我真的跟师父 跟菩萨妈妈我忏悔 谢谢 我也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我中年的时候 我能接触了心灵法门 让我余生能够好好的学佛修心 我一心向上 我要跟师父 好好地学习 你知道吗 你在地府里做过关呢 感恩师父 所以你经常打抱不平 很多小流氓都看见你怕的 你知道吗 知道了师父 尤其我今生 我从小以来 我犯嫌疑很严重 但是我也好好地忏悔 我都看得出来 以后不要做就可以了 一定一定 师父 我一定好好地修 是一个好孩子 以后要能够上天 不要哪一天醒过来了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就倒霉了 知道了师父 好吧 谢谢你师父 好 起来吧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我还想帮一个佛友 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我夫妻都是全素 你已经先生吃全素了 没念经就许了全素 哦 是吧 那挺好 他还好吃全素 他不吃全素的话 其实他很快 有一个大报业要报了 本来 我不吃全素的 这是代言人 明白了吗 好了 师父 我帮一个佛友 刚刚过 刚刚往生的 问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叫汪玉 三点水的汪玉 就是王子盘加一个点 男的 三月二十七号 晚生的 刚刚走啊 对 汪玉 汪玉 年纪不大嘛 是很年轻 被拖走了 被拖走了 哎呦 很可惜哦 他 你知道他 他本来 这个节啊 应该过得去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吗 拖了太久了 不是 他犯邪淫 对对对 师父以前说过 他是犯邪淫 从天上踢下来的 继续犯 拖走了呀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错误不能重犯的 不能今天求 明天又做 今天求明天又做 不行的 要彻底的改变 明白了吗 那他现在在哪里 在地府啊 明白了吗 我看到他了 还好啦 不算受苦了 就是做鬼呀 他现在佛友 已经给他发信 送了 送了多少张 四千多张小房子了 怪不得他现在 算自由的 四千多张 他算自由的 还没上去 那还要多少张才能 把他抄上去 不知道 像他这种嘛 一定要有一个人 家里 他家里的人发心 帮他背一点 他才能上去 否则上不去 明白了吗 好的 感恩师父 好啦 好 感恩 感恩仆 感恩仆 感恩师父